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阅读习惯不太好 但也没打算改 就一直这么着 看书都是至少五本同时看 比如眼下 我同时在看 已经看得七七八八的有 唐德纲的《袁世当国》 一个英国作家写日本海啸的《巨浪下的小学》 还有《布达佩斯往事》 徐志远的《新闻夜的怀乡病》 日本演员戒亚人的《随笔集文》 还有一本菜谱 名字听起来就岁月悠悠 叫《慢煮一道菜》 比起阅读 我看片的习惯就显得严谨 有条理 我通常都是一类片子 或者某个人的作品 连续看到宝 最近因为受《阿尔莫多瓦日记》的启发 我开始找纪录片来看 《地球之言》是其中一部 准确地说 两个小时的片子 我看了三分之二 听了三分之一 因为有些画面太过残酷 我就放过自己一马 《地球之言》讲的是巴西摄影师 塞巴斯迪安·塞尔加多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 近五十年的摄影之旅 和他作品背后的故事 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新闻课老师说 一张好的照片胜过万语千言 而塞尔加多的作品 每一张都讲述着洋洋洒洒的故事 几万名巴西淘金者全身泥泞 在深深的矿坑边攀爬 受到拖刑的非洲灾民 还有分不清塞族还是克族的村民 被砍杀在逃难的路上 还有同样分不清的糊涂族 还是图西族的死难者的尸体 就那么堆在公路旁边 这些画面被塞尔加多 用黑白影像定格在那 当残酷居然被拍出了某种 艺术的美感时 是真的可以杀人的 摄影师自己在纪录片中也说 卢旺达之后他病了 是心灵病了 他不再相信人类的救赎 真的 天天直面如此残暴的人性 不风才怪 然后塞尔加多和太太回到巴西老家 开始种树 十年后 树木郁郁葱葱 他的心病也痊愈了 他重新拿起相机 但是他不再拍人了 而是拍动物 拍森林 拍大自然 他去西伯利亚 去北极圈 去原始森林 依然用镜头讲述最精彩的故事 这老头的一生 真绝了 可是我 却对纪录片中 一个始终被提及 但出镜不多的人物感兴趣 她就是塞尔加多的太太 莉莉亚 她当年支持经济学家的 丈夫转行 做摄影师 然后她一路工作 带孩子 做丈夫的经纪人 策展人 出版人 还要接受丈夫 因为拍片长时间不在家里 我一直觉得 能和一个艺术家厮守一生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莉莉亚要守护自己的婚姻 照顾有唐氏综合症的二儿子 打理丈夫的摄影事业 想想这一件件生活难题 我真替这个女人捏把汗 塞尔加多自己说 莉莉亚是她这一生最好的朋友 好吧 一部艺术片 不该又被我看到 女性的生活困境 但我是真心忍不住 对莉莉亚好奇 还有那个 有唐氏综合症的二儿子 不知道她现在还好吗 2020年的今天 摄影师一家人都在哪里呢 希望他们一切都好 除了纪录片 我最近对德国和东欧影片 非常感兴趣 像《再见列宁》 《气球》 《威楼渔夫》 都非常好看 尤其是《气球》 精彩紧张 从剧本结构 到故事的节奏 画面色彩构图 比任何大片都好看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讲的是东西德时期 东德两个家庭 为了逃到西边去 自制热气球的故事 这两周可以说是我的 德国电影周 包括《地球之言》 导演是文德斯 也是德国电影的 标志性人物之一 我喜欢德国电影中 表现出来的克制和冷静 一个人 有条不紊地 讲述一个悲惨的 令人仓皇失措的故事 会更具震撼力 不煽情 才更有力量 在《气球》里 我发现了一个熟面孔 David Cross 90年出生的德国演员 就是《朗读者》里 那个爱上 Kate Winslet的小男孩 《朗读者》是08年的影片 当时Cross 18岁 而《气球》是18年的作品 Cross 28岁 也许是《气球》中 他的角色 虽然可以算男二 但基本没什么 可供发挥挖掘的空间 他显得有些平庸 也许仅仅是因为 David没有能够度过 绝大多数年少成名的演员 都要经历的那个尴尬期 反正在《气球》里边 他少年的灵动可爱没有了 变成了一个 发善可陈的成年人 但愿这只是角色的需要吧 话说前几天在小米上 看到野战牌 我飞快地扫了两眼 居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那就是年轻时的 Johnny Depp 约翰尼德普 他当年真是年轻啊 可惜 只有那么一个画面 几乎一闪而过 可是如今呢 野战牌的男主 查理西恩 已经因为吸毒和精神原因 从全美收入最高的电视明星 变成全美笑柄 几乎小省逆迹了 而当年的小透明德普书 虽然如今的日子也各种不顺 但依然如日中天 所以说一切都是timing 一切都是命运 这两天 央视新闻天天都报道热干面 看馋了我 于是我搜了搜附近 居然有一家在营业 我准备今天去吃一碗